广达短线过热了吗 AI 股上中下游都在轮动 最重要注意它财报资讯 10万订阅 听你真好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典 是我是瓦伦 欢迎轮运投顾的王真胜王老师 大家好 老师我们看到了广达 似乎短线要过热了 AI 股是不是开始轮动了呢 AI 股事实上它已经在轮动 而且已经轮动一个多月了 广达的话昨天它的财报出来 六月份单月 EPS就赚一块钱了 所以市场今天持续给它正面的评价 所以持续上涨 我记得这一档 我们什么时候在财经集 跟大家讲过呢 5月24号的时候 那时候收盘多少 105.5元 你看这一周我们现在看周线 本周最高来到多少 266.5了 涨多少了 在105的时候大家觉得高 它现在266.5的时候 你觉得它高吗 两个月之后 你转身过来看 它又涨了1.5倍 不是1.5% 是1.5倍啊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 它六月份 EPS 达到一块钱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说 它是真的有实力的 并不是像有一些说 沾AI的光就上去的股票 所以你看它今天持续在大盘振当中 它还是持续收红 所以股股的基本面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我们再看了 3231的伟创 大家也都讲很久的股票 那时候56.1的时候 5月24 我们一样在财经急诊室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大家觉得它说 从30块涨到56块 快翻倍了 很多欸 可是你看今天 你看这个礼拜 最高来到多少 161.5了 又再涨两倍了 放天假楼 对继续冲啊 那我们看一下 它六月份赚多少 单月赚0.62 那第一季呢 赚0.06 等于说 你看六月份 单月就是第一季的几倍 10倍欸 虽然它昨天有一些利空出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些利空 它摊提力讯的 它事实上每个月都在摊提 事实上影响第三季已经不大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过去了 那市场呢 会给它正面的评价 因为它真的在赚钱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哦 哇 三三二四双红哦 也是散热模组哦 对 很热 它最早涨的啊 因为它从工业电脑的时候 还没AI引爆的时候 它就在涨了 是的 所以我们来看哦 它从225涨到339 很正常 为什么说很正常 因为大家看一下 它财务数据的部分 今年第一季赚3.22 虽然比去年少 下降一点点 但是没有差 它不是那种说 人家在去库存的话 它就降很多了 所以它实际上 还是缓步在成长 那这一波它该大 它搭上了AI的热潮 当然它有上涨 但是它幅度没有很大哦 大家可以注意看哦 但是没有很大也将近80块了 价差也是很大 而且它创天价了 这种股票 你要去追它吗 老师会跟你讲哦 不要再追了 这几档都创天价的 不要再去追了啊 好 那我们再来讲 2421的见准哦 也是散热模组 虽然红涨了之后 大家就看 有样学样 见准也上来了 但是你看见准它 第二季财报 它提早公告了 赚多少 1.72块 跟去年比起来 成长43% 那低季呢 成长82% 去年整年度呢 还成长1.5倍了 所以这个股票是好的 值得你长报了 那近期虽然有回档下来 反而是你 准备要进场的时间点 要看好它哦 好 我们再看下一档 6215的广运 一样创天价 它除了是自动化设备 机器人之外 它还有除能AI概念 我们看一下 它5月份EPS多少 0.46块 第一季才赚多少 0.29 等于说 它5月份一个月 赚赢了整个第一季 对不对 而且它去年 有亏转赢了 那今年继续赚钱 它股价当然会发动了 是 大家注意看哦 它是最晚发动 但是它也是最彪悍的 你看短短从30多块 涨到108.5 那今天虽然打下来 收跌停 反而老师常在节目中说 黑K是你的好朋友 这主要是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它长线是往上嘛 黑K下来 当然就是让你最好的买点嘛 所以黑K是你的好朋友哦 那还有什么其他股票 继续轮动呢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财经检视哦 谢谢王老师 分享也记得加入王老师 like跟telegram 财经检视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